在削3C雕塑图的教材课程 国中高中课程里面 我们放在第8、9月里面 有关于12生肖的面具制作方法 这上面有写准备的材料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 很适合三四年级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做了 这个材料也都蛮简单的 这个后纸板上面呢 你放着这个附鞋子 然后把你要的那个纸形 这个是老鼠 那你用就给它附鞋附置上去 那它的耳朵呢是放在这里 那你要好要再另外用一张纸 复制过来 那两个耳朵你就要用两张嘛 这样子 这个就是老鼠 这个老鼠的纸形 你描好了以后就剪出来 剪起来 剪 这两个耳朵也都是剪好的 那这两条线呢 就是它的立体线 就是要做出立体 你就这样对称好 然后剪 这样剪 剪完以后这里 这里就是要做立体的 你这样子剪好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剪好 好 那这个剪了 这个就是要做立体的 立体的戴起来比较舒服 也比较 我们人的脸都是立体的 你当然是要用立体的样子 然后这两个耳朵 你上下要看清楚哦 上下这个耳朵 尽量是从里面黏啊 因为外面等一下还要用黏土啊 那你外面如果怕说 里里落了 你就黏少一点 这个耳朵都先都要给它黏起来 这黏起来这样才完整的 可是你这样子不好看啊 当然还要用一些黏土来装饰啊 这个就是就是米老鼠 的一的金属 米老鼠的纸形都定型了 然后你拿出灰色的土 那个颜色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你拿小块小块的这样 把它用捏得薄薄的 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沾一点水 沾一点水弄得薄薄的 用沾一点水的话会比较好弄 然后你就往这个 这个纸形上面就这样贴上去 贴上去 用手用手 用手就可以了 这样子压压压压 干了以后它颜色就会变深一点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它铺满 铺满看不到纸 看不到这个纸 然后耳朵我是用黑色的 你们想要用什么颜色都自己决定 反正你就是这样薄薄的 然后用完了 再拿一小块 都是小块小块的用 你就是先 先在你的手上 先给它捏得薄薄的 有时候你沾一点水 在捏薄的时候比较方便 我们的土的特性呢 就是 就是 它需要水分 然后你压紧 压紧多的你就用掉了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很有耐性的一步一步 把它推满 推满 那这边耳朵我们就贴黑色的 全部都铺好了 都做好设计好了 图形 好那你就钻洞 用这个钻纸钻洞 钻洞过去呢 最好再拿个那个竹签 再这个再钻一次 让它洞大一点 因为我们的松紧线是用粗的 粗的比较坚固 那你就从这个 这样子把它穿过 你要用花一点耐性 把它穿过来 就是这样子 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就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 你再用黏涂 再用黏涂呢 把这个 这个包起来 把这个包起来 包起来 那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哦这个 这个面具真的很耐用 可以带好几次 好几次 你拉拉扯扯都没关系 还有 就是你也可以放好几年 就是有一点脏的话 你用水洗都没有关系 好几次 我记得看到你 我记得 你帮你 我记得 我记得 你这个包起来 因为我跟你能不能行 买到 俩玩了 因为我给你 然后